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Edwin Hello 我是Karen 歡迎收看Price YouTube Channel 這個星期大家看到我和Pinky會連同一位嘉賓 分享一下Price 2020網上電腦節有什麼值得買 不知道大家買到心水的產品沒有 來到最後一天繼續有我和Edwin分享一下買什麼好 不如讓Edwin介紹一下自己和你的YouTube Channel Edwin的頻道有一個傻佬 做發佈會的誠實豆沙包 還有做會月新科技產品系列 還有WiFi 6系列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更多的電子產品評測和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兩個的YouTube Channel Price 2020網上電腦節有超過45個品牌和商戶參與 提供超過500件產品給大家選擇 而部分產品由SEEK賺助運費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產品全部都免運 留意Price的節目就不會亂買東西了 提提大家今晚準時8點半去搶你們心水的貨品 第一樣要介紹的產品 我覺得無論是學生還是home office的朋友都很適合用 就是Nanovo X13 AMD Ryzen 5和7的Bundle 我周不時都會收到你們觀眾inbox我問買文書機買哪一部好 又要順又要耐用又要便宜又要可以看片 這一部可能就適合你了 還送多三年的賞滿保養 立即和大家報一報價 這兩個Bundle都是剛剛6月先出 分別都賣過12000和13000元 而Price電腦截Ryzen 5賣7479元 而Ryzen 7賣8499元 這兩個型號都著重實用性 分別採用了AMD Ryzen 5 Pro 4650U Ryzen 7就是4750U的處理器 內置了AMD Radeon Vega顯卡 兩部機都一樣有13.3吋螢幕解像度1920x1080 它們都有16GB DDR4 3200 RAM 以及512GB M.2 2280 SSD 除了送多三年賞滿保養 還會送上雷射無線Mouse 電腦袋 3M防偷盔貼 又送這個又送那樣 兩個型號都是各限量30部 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去Price入手 再介紹多個Lanovo的產品 就是TAP M10 入門價位都很吸引 這部是家用平板電腦的性價比之選 10.1吋FHD螢幕 Bokeh煮足8個小時都沒問題 不用再跟家人爭電視看了 TAP M10最高搭載了256GB microSD卡 有雙正面喇叭和支援Dolby Atmos 你看片Bokeh也有感覺 最正是它可以切換用戶 一屋全家一起用都可以 原價$1,999 現在只是$799 包上送貨 800元都不用就包上送貨 好過下街跟別人逼 快點去Price.com.hk購買 讓我介紹下一件產品 我手上這麼低色的小機 不是TV Box 也不是Mini PC 而是一部Aptech的迷你無線投影機 型號叫Mobile Cinema i400 單體的樣子就知道它的設計 方便用家拿來拿去 你見到機背有HDMI、USB和MicroSD卡槽 方便連接電腦之餘 亦都可以用WiFi連接iOS和Android裝置 再加上它內置5000mAh電 用手機連接的話 真的可以做到真正的無線投影 至於畫面效果方面 這部機採用DLP技術 亮度有400流明 支援FHD影片播放 解像度有1280x800 只需要1.6米就能播出60吋的畫面 而最大可以投射到120吋的畫面 Edwin 這部機這麼小 你猜要多少錢 Hello Edwin 先看這個 這部Aptech的迷你無線投影機 原價是4980元 現在Price電腦節優惠只需要3249元 即是原價66截左右 還有免運費 好像他買了 接著就和大家講一下 不少人都有興趣的Gaming Laptop 這部GIGABYTE AORUS 15G 用了機械鍵盤 官方售價賣17999元 Price電腦節賣16599元 他整部機所有零件都是台灣製造 主打輕薄機身 有144Hz的高刷新頻率螢幕 在打機的時候為你帶來勝利 看回機身都頗吸引 因為他採用了鋁金屬的物料相當硬 而機面就有白光的櫻頭logo 而螢幕接駁位和機背的散熱位 就像車頭鬼面罩一樣 其實都頗有型 而在鍵盤方面 他就用了日本的OMROM機械鍵盤 是一個清俗的設計 有1500萬次觸發 1.6mm的鍵程比一般清俗 靜一點 而Keycap就用了一個特殊的同心圓設計 所以鍵盤背光的效果會更均勻 用了回彈力都不錯 爽快利落 除了鍵盤之外 AORUS 15G效能都很強勁 配備了最新第10代 Intel Core i7-10750H處理器 16GB DDR4 RAM 以及512GB M.2 SSD 最重要就是他內建了NVIDIA GeForce RTX 2070 Max-Q獨立顯示卡 這張卡有8GB Reram 所以無論收拾相 還是剪片還是打機都完全沒問題 似乎Edwin已經駕馭了 有興趣的朋友快點去Price.com.hk買了 除了電競 Notebook 當然不少電競螢幕 接下來這隻就是 BenQ EL-2870U 4K Gaming Monitor 原價賣2799元 Price電路截只賣2449元 最重要免運費 其實我們選擇電競螢幕 有甚麼要注意呢? 我選擇螢幕 第一件事最重要就是解像度 通常電競螢幕的解像度 都是1080D或者2K QHD 這個28吋4K UHD 16-9 Gaming Monitor 就用了TN面板 LED背光系統 10bit色彩輸入 支援72%MTSC的色彩範圍 剛才我們試用完 其實細節的呈現和對比度真的不錯 還可以還原到遊戲最真實的色彩 提升我們玩的時候的投入感 玩得開心一點 第二件最重要就是刷新頻率 第三件就是反應時間 4K HDR的門檻依然不低 而今次這一部還有電競級數的 1毫秒反應時間 配搭AMD FreeSync技術 適合不想放棄超高清 又不想放棄漂亮顏色 但又想打機的你 難得今次有減價的機會 考慮緊升級4K HDR的你 一定不可以錯過 等我都補充一下 和大家看看它的機身 黑色的主機機身 配有金屬灰色拉絲底座 後面有Vessor Wall Mount 讓你扣上牆 支架可以提供到-5度到-15度 讓你去調校 按鈕在右下方 都好直觀易用 有個切換鍵 提供4種不同HDR和BI Plus的模式 讓你在不同情景的時候去用 而後面也有一對隱藏speaker 可以提供到高品質的音效輸出 如果大家要找一隻又抵玩 又大Size的4K螢幕 就快點Click入下面的連結 每個人都試過在公司或家 電腦面前坐得很累 有一張適合你的電競椅 無論打機還是辦公 都可以減少疲勞 這張Dragon Wall GC005 專業電競人體運動椅 就適合你了 它本身賣1400元 而Price電腦節賣688元 看一張椅子 它的椅背可以做到155度的傾斜 其實用來睡覺都沒什麼問題 我最近搬了屋 外面想找一張電競椅 閒閒的都要1000元 做好難找金屬腳 這一張有五星金屬腳 夠穩妥 才賣688元 便宜到飛起 限量只有10隻 如果你在家用就適合了 因為這張椅子 就是用了高透氣防水的人造皮 主打防污吸用 好像梳化那麼舒服 認真 這個真是Now or Never 600多元的電競椅 有兩隻顏色可以選擇 還送到你家給你坐 你還想怎樣 對 快點去Price那裡把握機會入手 Edwin 你最近打什麼機 我最近打Borderless 打到時間不見了 忘記剪片 那就要看看Gaming Product 然後我們分享Dragon War G25 RGB燈效 蜂窩型超輕遊戲滑鼠 你就要留意一下 每次我說摸市 我認為最重要就是選擇 適合自己的按鍵硬度 太輕的話 就很容易不小心按到 太硬的話 長時間用 手指就會很累 這隻就是適中 不會過硬 亦都不會過輕 除了65g 夠輕身之外 蜂巢設計都是它的賣點 其實蜂巢有什麼好呢 蜂巢設計又輕又乾爽 好像我這麼多手汗的人 就更加適合了 靈敏度有6段變速 最高到12000dpi 靜音按鍵 晚上不怕吵到家人 除了設計英俊之外 我知道它的價錢更英俊 本身在賣298元 現在Price電腦節 只是賣99元 還要免運費 入門Gaming 就對了 現在經常都要來家 哪裏都不去 你會不會有什麼活動 推薦給大家 在家打發時間 現在這個時勢 去不了機店 不要緊 將機店的體驗 搬回家就可以了 入手這個Gameser C2 Arcade Fight Stick 一部機可以連接所有打機平台 Xbox One PS4 PC 以及Switch Price電腦節 賣759元 再加上免運費 它就用了日本三和的搖桿和按鈕 採用了Villex的標準八向搖桿 剛才用它試來打機 按鍵感覺相當靈敏 搖桿又可以自由切換去到DP鍵 LS或RS鍵 還有鎖定的鍵 和Turbo Remote 適合不同類型的Gamer 你說到操控那麼爽 讓我又試試打一部機 又真的很好手感 好有打街機的Feel 說起打機 最近我都在家玩動心 Switch我就不多留意了 不過今次Price電腦節 有什麼跟Switch有關的推介呢 就是我手上的Broke Power Bay Switch Dock 官方原價賣569元 而Price電腦節藍牙版賣499元 非藍牙版賣399元 每款限量各20件 還有職人免運 其實我有一個疑問 Switch本身也有跟起原廠Dock 為什麼要用這個Dock 而不用原廠Switch的Dock 因為這個Dock 有更大的擴充能力 首先它有兩個USB 和兩個GameCube的手掣插口 讓大家不需要用Joy-Con 都可以打到機 而它也支援PD快充 還有一個即插即用HDMI介面 即是你不需要插電 用HDMI線搏在電視機上就有畫面 你看看它出螢幕的畫面 都很快 都不覺得有Delay的情況 反應又真的不錯 不知道我能否搏手機呢 我不回答你了 我用行動告訴你 可以的 今天真的比原廠的好很多 如果你買藍牙版的話 還可以搏藍牙耳機和喇叭去打機 晚上打機就不怕吵到家人 聽起來這個Dock真的不錯 大家記得把握搶購的機會 我們還有其他99元的Product 推薦給大家 就是Philips K614 SP-K6614 2.4GB Bluetooth的Keyboard 很多時Touchmon的觸控式鍵盤 都不是個個習慣到的 添置這個輕巧的藍牙鍵盤 好洗好用 還可以多部設備隨時快速切換 手機平板 還是手提電腦 都完全沒有問題 我自己就試用完 除了喜歡它夠輕夠薄之餘 它的剪刀腳 電情卷 打字都沒有什麼噪音 重點是它的外表設計 都很簡約和白搭 沒有搭到哪個器材會好 我還喜歡把Keyboard 搏到智能電視和機頂口 把USB搏入電視就可以了 打網址 找電影 找劇報都很方便 不用用你的remote 亂按按到2046 之後就有這個Belkin Powerhouse Charging Dog Price電腦截賣近$399 半價 我現在要馬上去Price網購買一個 又顧著買東西 又是我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Belkin Charging Dog有黑白亮色 可以同時抄Apple Watch和iPhone 有3.4A總電流輸出量 1A供Apple Watch充電 2.4A供iPhone充電 還有它有一個位置可以調較上下前後的Nightning插口 等你不用拆開個Case都可以輕鬆充電 記得今晚Price.com.hk晚上8時半就開賣了 Edwin 我的電話沒有電 我要去充充電和喝杯水 慢著 你的機器有沒有無線充電? 有 有 接著介紹的產品就適合你了 就是這塊Hedonic Intelligence雲石圖案無線快充板 它有黑白亮色 口度只有10mm 同時支援QC和SuperCharge快速充電 可以提供到15W無線快充 那賣多少錢呢? 這個Hedonic無線快充原價是$398 現在Price電腦折還減到$168 我還知道還送多個Verbatum QC 3.0快充火牛 還有包括運費 真是傻的 希望大家都會搶到心頭好和喜歡我們的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Price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Ari 記得去我的頻道看Behind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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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五日Price的網上電腦置終於圓滿結束了 大家是不是不夠猴呢? 值得推薦的產品又怎會這麼少呢? 所以由於反應熱烈 我們就會來個Final Call 接下來8月18日 即是下星期二 Pinky將會聯同一位YouTuber 跟大家當晚8點推薦更多的深水產品 大家記得留意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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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